黑夜中一团火光 就是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 飞往以色列中部城市 距离第二大城 台拉维夫只有15公里 击中一间民宅 也造成了两人轻伤 其中包括了一名48岁女性 她是被碎玻璃来割伤 另外还有一名男性 她是被火箭弹的破片 来受到伤害 所以两人也被送往医院来急救 就算不靠近边境 以色列中部城市也不平静 随时有被袭击的风险 因此以色列人同行为国 军用品正热销 现在有一个卖得最好的 其实就是防毒面具了 买的人其实不只是军人 包括在以色列的这些大使馆 还有住处 他们也是积极地希望 可以赶快来购买 主要担心就是接下来的战士 有没有可能升级成生化站 这是一个衣服 你看看吗 这是一个招 在英语中 它是IDF 伊斯党的防御兵力 和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 TVBS套派 走访军品供应商 老板秀出各种热销品 例如帽踢 衣服 毛袜 头灯 不枪袋 跟战术手套等 因为除了后备兵会购买 和一般民众跟军民 透过购买军品 表达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 以色列军品供应商表示 过去两周 军品销量暴增 卖到快缺货了 但他并没有借此抬高价格 因为只有一个信念 共同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 TVBS新闻 红富法 刘天庭 王星唐 陈永文 以色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